好 来看到天气真的好热哦 沉降作用持续来发威 花童纵骨平均的温度呢 都是突破了38度 那么花莲中区知名的光复糖厂 也就成了游客吃冰消暑的胜地了 虽然是禁止内用 不过为解封之下呢 游客是直接在通风的树荫下 大快朵移 畅快消暑 沉降作用持续发威 使得被封面的花童纵骨高温破表惹的巴烫 花莲光复糖厂也就成了游客最佳的消暑省地 即便防疫为解封禁止内用 不过由于户外空旷通风良好 民众是迫不及待 就直接在树荫下大快朵移 好好清凉消暑一番 7月13号为解封以后 还是会有游客在树底下啦 因为比较空旷 不想说跟其他的人群聚 这个我们也不会去禁止啦 为解封以来 光复糖厂园区就已经出现不少 游客明显回流 而这几天 花童纵骨地区高温连连破表 来吃冰消暑的游客民众更是多了许多 27号全国防疫三级警戒将开始降级解封 糖厂迎接这一波 意后报复性的观光旅游潮也都做足了各项防疫措施 在7月27号开始降级以后 大概就可以在棚架区 户外的棚架区这边 我们桌子会摆起来会装设隔板 另外在树底下的帐棚区的部分 也会把桌子摆起来 用棉花做不会射隔板 让游客比较有舒服的吃冰的环境 另外园区各个卖场全面量测体温 时连至登记作业 希望27号降级解封后 能保障园区工作人员 以及厂商业者的健康安全 也让游客民众都能安心放心的游玩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